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也大方地出借张子怡在片中的新娘服 另外像是赛德克芭莱 这部在台湾史上浩资盛剧的剧作 戏服道具自然是不会马虎 我们带大家来看看这些道具戏服的风华故事 影帝影后的戏服一字排开 不论是典雅娇媚的旗袍 还是猛甲中带有帮派色彩的花券衫 每套戏服背后都是故事 电影《卧虎藏龙》当中 张子怡戴着香精指甲套 坐在大红花轿这一幕 新娘怒气冲冲的冷漠眼神 让不少观众印象深刻 细看张子怡的新娘服 烫金的喜子上头 一只粉红色蝴蝶展翅飞翔 成功凸显出玉蛟龙的骄横性格 知名美术指导叶景天 凭借卧虎藏龙 夺下2011年奥斯卡金像奖的 最佳艺术指导 她的另一套得意之作 出现在张子怡和杨子琼的 精彩对手戏中 浅褐色的烫金戏服 特别做旧处理 增添时代感 曾也人于朵朵 夺得金马最佳美术设计的 王立菲老师 审掘道具足以左右 电影质感 稍不留心观众就会 看出破绽 仿旧的方式就是也有 就是染 就是说我们用染料把它染酒 然后或者是说 那个 也有就是洗 对 洗或刷 然后或者是母 对 就是用蛮多种方法的 50年来 金马出过无数影地影后 每件戏服都有故事 展现绝代风华 赤壁当中 小乔的戏服 身形修长 看得出是针对model出身的 林志玲量身定作 那要怎么就是让她穿上 这一套服装以后 跟就是梁朝伟或是其他的演员 在大戏的时候 其实不会显得太过于高大 或者是突兀这样 就我觉得在那个颜色的一个 御用上面 觉得它其实没有给她太张黄的 梁朝伟的周瑜盔甲 则刻意设计金属光泽 增加身材分量 另一件烟白色戏服 则是替金城武量身打造 电影《武侠》中饰演四川捕快的金城武 还甚至戴眼镜续湖 只因长相太俊美 只好靠戏服来营造 世故老练的印象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各位会很有趣地发现到 其实两套戏服不见得是同一个人设计的 但是都有要压金城武的现代感 跟帅气感的这种作用在当中 侯孝贤指导的电影《海上花》 同样是古装 却让片中的青楼女子 呈现迥然不同的风情 李嘉欣饰演黄翠凤 金明 灵巧 衣服以红色调为主 是片中形象最强悍的妓女 刘嘉玲饰演妓女周双珠 不孕不火 韵味十足 西服也特地屏除大红大紫 而是以蓝色为主色调 刘嘉玲所适应的角色 在影片里面是一个不那么张扬的 就是说也没有像其他的角色 就是这么厉害 这么会算计 他的角色是一个蛮会替自己跟姐妹或家人着想 但是都是淡淡地来淡淡地去 当时美术所汇聚的草稿夹杂许多笔记 外衬礼姿 使用什么布料写得清清楚楚 这张纸便是美术和导演间沟通的重要桥梁 笔画间更充分描绘出这些被称作先生的青龙女子 和客人之间淡淡地流动的暧昧之情 梁朝伟躺过的鸦片床 其实是特地从上海运来的古董名床 继女衣着丝绸般的材质 配上幽暗的灯光 正是导演侯孝贤要的感觉 透过戏服走入电影时光隧道 电影经济当中的宣传服 黄沛绿加绍羽毛 加上趣味十足的香肠造型 越俗艳就代表越成功 你想想看就是一个电影荧幕这么大 然后我觉得如果一个特写一个什么 就是非常非常 在荧幕上是非常清楚的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拍电影 做人的造型 细节 应该要非常的讲究 电影《如果爱当中》 周迅的戏服则充满珠珠恋恋 营造出片中歌舞团一般的气势 大红玫瑰衬上黑底的旗袍 则是梅艳芳生前 在穿岛芳子所穿过的戏服 另一套充满现代感的 黄绿色玫瑰旗袍 贴身性感风格则曾经属于 影后张曼玉 到那个时候已经比较现代 然后他们有西方文化进来 所以他们就是 所以旗袍就会有曲线 而且是非常展现女人的曲线 她非常非常和声 我们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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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先起的国片热 以赛德克巴莱为代表 尽管许多电影道具 已随电影杀青而埋没在历史洪流 魏德盛导演却谨慎保存了不少经典之作 像是拍片用的拍板 看似平凡 却见证台湾电影奇迹的诞生 马志祥片中所用的配刀 也杀骗无数敌人 那个配刀看起来就是很吓人 其实很大 很大一把 此外呢 上面还有一戳 像头发的这个东西 好像是它去猎人头后的这种 成果的那种感觉 或者是一种 魔法的一种感觉 力量的一种象征 烈火战争中族人赤脚奔跑 惊心动魄的场面 道具服饰若不能说服观众 演员表演起来会更费力 赛德克巴莱的服装下足功夫 不但要符合原住民生活的质朴感 材质还不能太重 你要考虑它在自然光下 它的这个衣服的造型 甚至是它在奔跑时候 它随风就是摇曳的 就是它的一个幅度 就可能会因为材质会影响到 那如果它在奔跑的时候 衣服都没有所谓的飘动感的话 那它就带不出那种速度感了 电影道具虽然不会说话 却创造出魔力般的氛围 让观众信以为真 让影像栩栩如霜 一套套的影帝后戏服 令人仿佛置身金马五十年的历史银河 是华语电影不可磨灭的印记